这个环境就是标准环境 那你将来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环境 把它压缩起来 留下来 如果下一次你这个环境坏掉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拿来用 或者是说你这个环境 要给别人使用 你可以把它压缩起来 那我的习惯 我之前上去就把它压起来之后 放在网路上面 给同学去当斗 如果它做不出来的话 那我这个环境就可以提供出来 所以到时候我会把这个环境 把它上传到我的云端印 云端印铁上面 那如果说你刚刚做的动作不OK的话 那就可以download我的环境 去使用也是OK的 那这里的话 大概它的大小大概800多M 压起来 其实应该大概就是 四五百M左右 那接下来如果将来要用的话 你就会把这个 搬到桌面上当一个捷径 开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开发了 那当然 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先确定一下 哎这个环境是都OK的 所以呢要在 让这个环境要开发 应对APP的时候 把环境建立起来 第二个的话 就是把模拟器弄起来 模拟器的部分要弄起来 那模拟器要怎么把它弄起来 基本上我们刚刚 会增加两个按钮 对不对 第一个按钮是SDK的Manager 就是管理我们SDK的部分 第二个按钮就是什么呢 就是模拟器的位置 这边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会叫出一个那个AVE的一个Manager 就是可以让我们管理什么呢 管理我们的Android Virtual Device Manager 就是说 你在没有智慧型手机 你对这边手机的前提底下 它给你一个什么呢 给你一个模拟器 让你至少可以开发 不然的话你为了要学 你就一定要去买一只手机 其实对有一些 刚刚好像有三合同意 没有追 没有人对手机 那这样它就没办法学习了嘛 所以 这边就会有一个模拟器 那怎么建立模拟器呢 这也非常简单 另一个什么呢 另一个之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 你给它一个名称 比如说这里的话 你可以建一个2.1的好了 2.1的模拟器 那device部分的话呢 你可以给它一般的尺寸好了 比如说我们就用大概 就是3.7或4.0都可以的 我们用一个4.1的模拟器